甄嬛传开国十年,仍热度不减,可见,帝王的后宫和那些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风流运势,永远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然而,皇帝的女人却不是世间最幸福的女人,相反,她们的一生永远被移入宫门深四海的魔咒所环绕,红颜为老恩先断,协以熏龙做道明。 申所宫中未必是荣华富贵,但高墙祖阁多的是七星寂寞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使人皆以为,身为女人,一朝入选君王策便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,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各中心酸和无奈,作为一国之君,传宗接代,为皇朝开支散业是皇帝无法逃避的责任,而嫔妃们便是皇家的生育机器,为了将来继承大统的人选能够多一点选择,所以皇帝要不停的让嫔妃们生孩子, 这也就注定了皇帝的夜晚不会只属于哪一个人,六宫,册封三夫人,九嫔妃,二十七侍妇和八十一玉妻,光是有名有分的女人就有一百二十一人之多,这还不包括宫女,每隔几年还会选秀一次,为皇帝补充后宫,后宫里总是有数不胜数的女人。 可皇帝只有一个,妃嫔们每天能做的,就是翘首以待皇帝的宠幸,沙窗日落见黄昏,金屋无人见泪痕,后宫家里三千,有的妃嫔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事情,唯有孤单寂寞如影随形,即便如此也不能有一句怨言,只有默默流泪,都说皇帝要做到羽露君瞻,但现实并非如此,皇帝也会有自己的喜好,真心喜欢的妃嫔自然会给他多一点的宠爱, 并且,前朝与后宫往往关系密切,所以,有时候皇帝选秀出来的妃嫔也并非自己真心喜欢的,而是对朝堂各方势力平衡有所帮助的。 因而对待这些女眷,皇帝不会轻易冷落,对她们雨露君瞻,而那些普通秀女的运气,就不见得这么好了,毕竟,面对这么多的妃嫔,皇帝也分身乏术,但闻心人笑,那闻就人哭,许多妃嫔的命运, 就是孤老深宫,一辈子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几次,更不要说得到皇帝的垂青了,宋朝有一文人叫周密,在后妇人禁狱中谈到未满五十者,西街禁狱,五十则指和妇人不入此例,五十犹豫,意思是年满五十岁的妃嫔不再安排世间,但皇后和妇人级别的妃嫔除外。 遭抗之妻不可继,即便是皇家也要遵守这样的人伦道的传统,毕竟他们是陪伴皇帝最久的那部分人,有着与帝王年轻时的共同回忆,许多五十岁以后的妃嫔不再世倾的原因,大多数人猜测是因为这些妃子年老色衰,色衰而爱之。 容颜不再敌,却会让妃嫔们丧失对皇帝的吸引力,尤其是选秀制度使得宫中的女人们如花一般,谢了会再开,宫中永远不缺少漂亮的女人,但是作为秀女入选进宫的这些妃嫔,必定是才情样貌俱佳的良人,且宫中养尊处优的生活,不仅不会让他们显得过于衰老,反而会有一种成熟的韵味。 只要皇帝喜欢,年龄并不是问题,比如明朝的明宪宗,后宫粉黛无数,但他偏喜欢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贵妃,而且是毒宠,由于万贵妃年龄太大,所以无法再怀孕生下孩子。 要不是一个宫女意外给皇帝生下了儿子,明宪宗也就真的角色了,所以,五十不能世锦也不全是因为人老朱黄,真相其实很现实,古人有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的说法, 普通人家尚且将传宗接代看得如此之重,更何况皇帝,他的江山可不能后继无人。 作为天下之主,皇家的人丁兴旺是每一任皇帝不可推卸的责任,所以,皇帝三宫六院这么多妃嫔的作用,除了彰显皇室威严外, 最重要的就是传宗接代,为皇室开之散业,而女性一旦超过五十岁。 生育能力就很差了,皇帝每天日理万机,用在后宫但与皇室上的经历自然是有限的,因此他们不得不把机会留给年轻的妃子,使他们能多一点怀上龙肿的机会。 其次,生产风险大,高龄妃嫔即便被皇帝招姓之后有幸怀孕,生产的风险也是极高的。 在古代,生孩子就是一脚踏进鬼门关,稍有不慎便会母子双亡,即便在医疗水平发达的现代,超过三十五岁已经是需要重点监护的高龄孕妇了, 更何况是古代年余五十的怀孕女子,再有,年龄越大,生育不健康孩子的概率也越高。 虽然皇帝家大也大,养育孩子的成本不在考虑之内,但如果高龄妃嫔淡下不健全的皇子公主,传出去毕竟会有损皇家颜面。 所以,为了不浪费皇帝的精力,也为了能够生育健康的皇家子嗣,要求五十高龄妃嫔不得侍紧也是很有道理的, 并且,古代没有好的避孕措施,年于五十不尽予,对于高龄妃嫔来说,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呢? 前朝官场明争暗斗,暗朝汹涌,后宫亦不会如表面那般风平浪静,看似毫无关系的前朝, 实则与后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选秀进来的妃嫔若不是皇帝一见钟情,那必定是前朝有皇帝气重或者忌惮的父亲兄长, 因此,秀女进宫既是恩宠也是千智,他们在宫中的境况也牵动着宫外家人的心, 入宫后,皇帝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示茧,他们在后宫的稳定也意味着前朝的稳定, 所以,皇帝在选择妃嫔侵时,也不能一位选择自己最中意的妃子, 而是不得不考虑前朝势力的影响,除了位高权重的皇后和品级高的妃嫔, 皇上基于数十年的情义和他们背后的势力,必须要特殊对待外, 其他那些普通的高龄妃嫔自然应该退居其后,为皇帝的政治谋略做出牺牲了。 人们都说,自古帝王多不幸,最是无情帝王家,名模好尺,一抵不过帝王的无情, 风华绝代也比不上江山稳固,在如花的年纪,为了家族的荣耀, 这些女孩踏入高墙大院,成为皇家的生育机器。 封建的王朝,男尊女卑的时代,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,把握自己的幸福, 甚至不能拥有生下孩子的权利,在以女性禁欲为荣的封建社会, 那份独守身工的孤苦,也只能由他们自己默默销售,人生是场交易, 得与诗总是同时进行,你得到一些,就必然会失去一些, 就如同这些幽居身工的妃嫔们,得享有我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同时, 也失去了情感上的丰富和慰藉,他们的青春也在那高墙之内伴随着日出日落而渐行渐远, 直至生命消亡,天启三年,为忠贤一党把持朝政。 天启地朱游孝却沉迷工艺制作,有一日, 他兴致勃勃地扮作仙祖朱元璋,血液容装寻游, 谁知一场闹剧,竟让年仅22岁的他染上风寒, 最终一命呜呼,朱游孝的死,不禁让人唏嘘不已, 也为后继者崇祯帝敲响了井中, 崇祯帝朱游简,是个饱受争议的君主, 他起于正事,却面临着内忧外患, 最终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, 自已于眉山,十年三十三岁, 他的死,是明王朝覆灭的最后一幕, 也是一代天子无奈的结局, 若说起明英宗朱起阵, 不得不提那著名的土木宝之变, 年仅九岁的朱祁镇, 在位期间国家大权被宦官王振把持, 狂妄自大的朱祁镇, 执意要亲征瓦刺, 结果遭遇惨败, 自己也沦为阶下囚, 虽然后来他东山再起, 却始终无法摆脱宫廷政变的阴影, 最终在三十七岁那年郁郁而终, 对皇帝们来说, 后宫美人如云, 本该是一大享受, 但过度沉溺其中, 往往也是催命的毒药, 明光宗珠常落, 可谓是色欲熏心的典型, 父亲驾崩后, 他不顾仲孝在身, 夜夜升歌, 郑贵妃送来八位美人, 本是投其所好, 谁知竟把朱常落活活玩死了, 年仅三十八岁的朱常落, 就这样香消玉云, 说起好色, 明目宗珠宰银也是顶尖的, 他在位六年, 先后那了三百多名美貌少女, 可谓声色全马, 最终, 这位昔日的改革仙区,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掏空下, 年仅三十五岁便寓意不得, 而在明代中期, 还有一位最新享乐的皇帝, 明轩宗珠瞻鸡, 他痴迷于斗区去, 打猎等玩乐, 常常荒废朝政, 虽然他在位期间国家还算太平, 但也埋下了祸根, 三十七岁那年, 朱瞻鸡病逝, 他的快乐人生, 也就此谢幕, 至于明武宗珠后照, 简直可以说是做死的典范, 为了给自己立功, 他不顾群臣反对, 非要亲征宁王, 一路上戏耍百姓, 沉眠女色, 最后还贪玩落水, 虽然捡回一条命, 却也落下了病根, 最终十年三十岁, 育育而终, 在这些昏庸的皇帝中, 也不乏一些历经屠治之君, 只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, 他们往往也身心疲惫, 比如明孝宗朱佑堂, 他一生勤勉爱民, 废除宠妃, 与皇后恩爱有加, 在他的智力下, 政治清明, 百姓安居乐业, 史称红至忠兴, 频繁的难寻和操劳, 最终累坏了他的身子, 年仅三十五岁便驾崩了, 再说明代宗朱祁玉, 他在位期间, 国家面临存亡危机, 在于谦等忠臣辅佐下, 朱祁玉历经屠治, 终于击退瓦次, 挽救大明, 可惜天不遂人愿, 唯一的皇子夭折, 朱祁玉自己也累病缠身, 更不幸的是, 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被废, 不久后就神秘的驾崩了, 至于建文帝朱允文, 他继位时年仅十七岁, 面对藩王朱棣的禁逼, 朱允文稚嫩但并不糊涂, 他痛定思痛, 锐意改革, 整顿励志, 这位年轻的君主, 最终难敌朱棣的兵临城下, 南京陷落后, 年仅二十七岁的朱允文自焚而亡, 一代明军就此陨落, 首先, 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, 是压垮众多皇帝的重担, 从朱祁镇到朱祁玉, 从朱瞻基到朱允文, 无不在党争和权力的漩涡中疲于奔命, 即便性格坚韧如崇祯帝, 最终也难逃亡国殉道的结局, 其次, 皇帝们普遍存在生活作戏不当, 沉溺声色等问题, 纵欲过度的朱宰银, 玩物丧志的朱游孝, 无疑不是过度享乐的受害者, 即便是历经屠治的君王, 如朱又堂, 最终也累倒在繁重的公务中。